各位评审,朋友们,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李尚凯 李小龙的李,圣燕的圣,凯甲的凯 我的名字是李尚凯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 如果我是千万富翁 如果我是千万富翁,我要给所有人带来欢乐 让世界上的悲伤与烦恼从此消失 因此我会盖许多所、游乐场和公园 让孩子们能拥有更多的快乐 如果我是千万富翁 我要给所有人带来健康 让世界上所有人都能享受 健康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因此我会盖许多所医院 提升医疗设备 灌输世界所有人关于健康的知识 如果我是千万富翁 我要给所有人带来知识 因此我会盖许多所、学校、幼儿园、体育馆等等 如果我是千万富翁 我要给世界上所有小孩子 体验我们的科技变化有多么的大 我会盖一所博物馆 里面有世界各地的名声古迹 为国牺牲的伟人拉向 世界地图以及科学物品 这样既能让他们在体验伟大的科技成果时 又能体验我们新颖的教学乐趣 如果我是千万富翁 我要让大人们有些发挥自己实力的空间 因此我会在全国找十位人才 让他们免费出国深造 造热为国争光 如果我是千万富翁 我要让所有人都能温暖 让大街上不再有那么多的流浪儿和气概 因此我会办一所世界上最好的孤儿院和福利院 这家孤儿院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设备以及教学设备 而且我还会请一些教师来辅导他们 让他们造热也能成为一名成功人士 如果我是千万富翁 我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饱 穿得很暖 让他们都拥有知识 来认明我们马来西亚是屹立于东方的璀璨明珠 谢谢